再一次来放我们这里 以防我们再来 留水的时候 让我们解释 因为受到治疗方面的影响 今天欢迎狗地都落大了 最近很多第四角的地区淹水 但是厢长也跟董安局社 关心淹水的情形 水深最深的地方 大概是12到15公分 然后对面的教室那边 大概是10公分 把楼下的电器电线 书包学用品 通通把它搬到那个地方 然后有第二个措施 假如持续进水的话 会把幼年级的学生移到楼上 然后学生的动线都掌握在一起行动 我们防止任何可能产生的意外 路的活力每小时已经超级64公里了 所以已经达到浩宇的一个标准 刚刚我们的同安国小 这里这个水要完全没有到 我们这个教室里面 关于这些紧急抢救的开口契约 快来购置沙巴 侯庄这次这是东安国小 十几年来饮水最严重的一次 严谨上可以下星也表示 这是他们第一次读到下号饮水 我没有看过这么大的水 我是第一次在学校 第一次在学校淹过水的 我们是第一次看到淹那么高的 侯庄表示这件好水 落到非常大金本 买乎白水 很多农作物都泡在水来 电风希望政府可以重视这件的资金 关心电风需求 我们专业的状况呢 是蚌里面都有摘水起来 这个农牌大牌小牌呢 都没有用到这个临界点 水位临界点 工作这边的密切来注意 不过呢 我觉得基本 根本解决方法就是说 就是淹南国小周边这台这里 是不是可以来 针对它的沟渠排水这里 看可以来冰巳石 还是来给它收准 这件好水落到非常急 也非常大 这些经济所在团出淹水的灾情发现 尤其是农作物都泡在水来 这件的损失根本没法党 公司标示 所落来一定得对中灾情 合作农民 记者 国用品 彩虹 波特 感谢观看